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赃为您带来的 《圈花刘尔芬》再起2017修正版的实况对战节奏 由一批的老肖 丢了一批小小看着把精彩队的双方开启就开始对战了 一批罗卡尔对二批的 哇 暴左莲娜 但这个连段失误 下边台首刀BC失误的话 在场找机会就有点难了 不定对手可是老肖 目前为止精彩最强决手 也是国内最强 战天成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当时的巅峰 这时候影跳中段直接来一波 V字精致一丝血 好 家伙 发布裁剑者 怎么都是没 那看下一回合 有爱一 对吧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有爱一 开玩笑啊 这句台词的意思是好弱 嘲讽对手 没错 看一下小小这边 尔发出场的金家潘 哇 逆枪裁剑者强开比赛好帅 巨人压杀两边搬运 伤害拿满 哇 这波逆枪想架招隐藏 直接被一批一拳给挥开 JESUS 完了 哇 这个卢卡尔神了呀 兄弟们 小小做什么都是错的呀 这怎么办 对不对 看一下最后一个手底的雷之虾米 要不要赌一下呢 感觉双方都不想赌啊 这边逆枪去反战塞 哦呦 战塞六臂的循环 来说暗黑雷光拳 那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老肖之变 二发出场的角色吧 看来这一场只不过是 普普通通的三文枪三啊 并没有其他的规则 还一批的山气龙二 YAMAZAKI 来 下笔战役开启续赛 走吧 延续踢杀 再去超杀 疯狂的陷踏 起来再一顿 哎 没有继续了 还想压运呢 看来不想够机会啊 好 赌一下 看谁运气更高啊 到底P谁呢 好家伙 果然长得高 就容易遭雷P啊 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不好说 那看下一回合 呃 都说这个库拉的超杀 伤害高啊 但现在看来的话 似乎是 虾尔米这个伤害更高啊 好吧 最后一回合 双方还要赌 老小表示不信邪了我还 是吧 怎么说 行吧 那这 信命了呀 真的 这真是没有办法 对吧 有句话说的好啊 40岁之前 不信命是正常啊 40岁之后 如果还不信命 那是悟性太差 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哎 没错 郭德纲 老先生说的啊 应该不能加上老 是吧 但是 有一句话说的好嘛 年近半百的老人啊 看一下这吧 一批的鲁卡尔对二批的 龙儿啊 双方都是一袭黑装 而且身材魁梧 但是好像 一批够某啊 穿的比较 风骚 确实啊 劲霸男装啊 哎 下一站 但是连段没有连上 距离比较远 反而给一批缺反的机会 老肖的 这个脾气肯定要秀个超杀啊 这种顶级高手都是这样的啊 你甭管前面的连段 怎么朴实无华啊 但是最后 肯定是要用超杀去结束对手 有点仪式感 生活需要仪式感 好 二批连续的下心脚 战气脚连续的点杀 然后点中直接DC 好吧 这一手就是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啊 好组断 但是连段没有连上 打点有点高 这个发波竟然没有接超杀 没关系 连续的发波卡针打回针 我的天呐 这卢卡尔太疯狂了吧 巨人压杀两边搬运 有观众私信我 问我这个超杀叫什么 麦卓跟卢卡尔都有这一招 麦卓的叫天国之门 卢卡尔的叫巨人压杀 虽然都是一个招式啊 但是名字不一样 看一下 眼尺头抓一下 这手技嘉宝 好的 就是原地趋势高跳 我宁可被你打一拳一脚 我也不会给你打我连段的机会 两害相权取其心 看一下这边 老肖的二发出场的味 刚上一局角色一样 难道说是限定角色吗 不好说 我也忘了 毕竟这场比赛发生在4月29号 而配音的日子呢 没错 就是5月4号 我都是每天现配现发 没错 保证让你们看的是最新鲜的 但是比赛的日期呢 那肯定不可能是当天的了 对吧 来不及配 来下这边 卢尔这边 好 你一向就隐藏 但是距离不够啊 肖肖好像想把那个隐藏给补上 但是一批就不给你补过的机会啊 好家伙 下的下也没有接隐藏 直接前头跑抓 来一波 带走 那看下一局吧 比分1比1 好杂活 我才反应过来啊 比分是1比1 我以为比分是2比0呢 没办法 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对吧 我之前的话 我看摸霸游戏啊 我看FPS游戏啊 这句话我是比较认可的啊 但是格斗游戏再次告诉我了 什么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啊 这真是纯看脸啊 纯看脸 看一下手法 好杂活 卢尔就是疯狂的裁剑者 就是生龙 没错 追真我也是有力扎针啊 看一下 乌拉能不能证明自己 一个是boss 一个是版本最强的角色 好吧 看来这个伤害 还是要认为于判定啊 你伤害再高 打不出来 也等于0 没错 那看下一回合 看下小小之辈 二发出场的 啊 Teddy 一波中弹走 巨人压杀两边搬运 好家伙 八波压起身 在前冲当追波少年 或者叫追波大叔啊 带走 卢卡尔这个身材 可太完美了 兄弟们啊 但是需要长年健身 才能保持啊 确实 看得出来这个人很自捋啊 哇 这一手生龙拳 漂亮 看一下伤害 但是由于是克里斯的话 也不知道伤害多高啊 感觉已经倒是带不走 没错 也漂亮 这手做出备的跳中腿 带一波原地板边 跳中腿 给老肖责懵了啊 看一下老肖这边 二发出场的 奴儿 好 你上下壁下了一战 还比赛走吧 人去的划刀子 就你是大蛇的宿主 是吧 话说起来的话 这个山脊龙二 好像是所有大蛇八阶级里面 对大蛇最不待见的啊 其他角色 你包括什么高尼兹啊 西加射啊 山尼啊 克里斯啊 克里斯好像排除啊 因为他是大蛇的每一届 就反正是其他角色了 大蛇八阶级里面的 对吧 除了巴尘还有莲娜以外 跟大蛇有关系的 基本都要对大蛇行礼啊 但是龙二并不是 龙二见的大蛇 依旧是嘲讽 这套劲没有秒掉 我天哪 不愧是 安吉尔啊 安吉尔在官方背景的设定是 非常重的少女啊 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重 可能跟他是改造人有关系啊 身体密度比较大 但是看起来呢 还是比较苗条的 这下巴波直接超杀 大蛇看怎么说 像巴波被吹波打下去 完了 带走了 哎 可以的 严出法随兄弟们 看机会 下币单点 这么连段也是经典的重置伤害的连段 下币再三点 是连段啊 但是人机数重置 伤害修正也重置 走 漂亮 隐藏直接怼 小小还是把那个隐藏补上了 都是顶级高手 对吧 都有点脾气的呀 看起来老肖这边 看起来的霸神怎么说高跳一波重腿 但是前冲晚了 头怀送爆 直接被指定头抽杀对策到 直接抽死 不会就这样结束的 看起来三小这边 哇这边是颜值克里斯 可以直接变成成大蛇啊 而且连段的话也是比普通克里斯更加稳定 但是 完了 不会被一套带走了吧 连续的蛇屎 他在蛇屎追地 还能再接超杀 但是这下竟然没有连上 这是为什么呢 跟左板右板有关系吗 在右板边的话是能连得上的 蛇屎追地以后 还能再接个MAX超杀指定头 完了 这下一批连段 完了呀 自己连段 食物好尴尬 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可惜了